在云都赫生落下之煞 那已经将米特尔家族围得水泄不通的云兰宗弟子 顿时犹如猛虎下山般 携带着灵力剑气 铺天带地地对着那所庞大庄园冲沙而去 顷刻间爆发而起的沙发声 令得无数离得不远的围观者们脸色泛白 沙 当云兰宗弟子如潮水般对着米特尔家族勇去之时 一道清冷赫生也是响彻而起 旋即只听得整个庄园之内一片弓弦拉动的声音 瞬间后 无数剑池撕裂空气 化为剑雨将那暴涌而来的白色浪潮笼罩而进 剑雨将云兰宗的攻势稍稍阻拦了一点 不过紧接着 当无数团明亮斗气涌起时 剑池的作用便是减弱了许多 而借此之时 那白色浪潮更是接近了庄园许多 甚至一些速度快者 已经与庄园近在咫尺 不过 就在云兰宗攻势进入庄园百米距离时 突兀间再度有着异常低沉的弓弦声响起 然后一道道通体血红的剑雨 猛然自庄园之中暴射而出 这些血红剑雨与先前的普通剑雨明显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从剑身划过空气所发出的声响便是能够变异 而且当这些剑雨在射中云兰宗弟子时 后者身体表面上所缭绕的勾气 明显没有对剑枝造成多大的阻碍 甚至由于力量过大 来至于剑枝在射穿一人身体时 鱼力还会将其身后之人也是动穿 这般恐怖杀伤力的剑枝 看得那远处一些人群遍体深海 血色剑枝狂射而出 在天空上留下淡淡的硬痕 而每一次剑枝的飞射 都会令得不少云兰宗弟子无力倒落下 看来 米特尔家族能够作为加玛帝国三大家族之首 果然也并非是能任人揉捏的软世子 就算是以云兰宗之强 想要兵不血刃地灭掉米特尔家族 也是不可能之事 对于那下方已经展开的凶狠攻势 天空上的几人倒是并未因此而分神 那云都与云莎在停滞了片刻后 两人却是同时斩动身形 然后对着海波东倒略而去 瞧得两人竟然都是冲着海波东而去 米特尔滕山顿时冷喝道 两个老王蛋 你们把我给忘了 嘿嘿 滕山 没敢将你忘了 对付你 还不用云都云莎两位长老出手 便让他们安心地将海波东解决吧 就在米特尔滕山声音刚刚落下时 突然两道身影从下方那云蓝宗大部队中飞略而去 最后震动着背后双翼 悬浮在距离米特尔滕山不远的地方 云幅 云旭 没想到连你们也来了 瞧得这突然出现的两人 米特尔滕山心头顿时一沉 这两人也是云蓝宗的长老 虽然实力没有云都二人强厚 可也是斗王皆别的强者 看来云蓝宗为了对付米特尔家族 果然是下了血本了 宗主对于你们米特尔家族已经容忍到了极限 所以也别怪我们了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两人似乎与米特尔滕山认识 因此淡淡话语中也是有着一亩无奈 米特尔滕山阴沉着脸庞 目光对着海波东的方向望了过去 在云斧两人阻拦之间 云独与云沙已经接近了后者 三人体内那股强悍气势 即使隔着一段距离 也是令得他感到体内斗气有些流淌不顺 斗王强者果然远非斗王可比 你小心点 他们两人 我来对付 你顾着自己便好 在米特尔滕山心中为海波东担心时 后者低沉的声音 确实已经传了过来 那股气势虽然比不上海波东 可也不可小觑 得罪了 感受到海波东那边已经爆发起来的能量波动 那云斧二人也是不敢的怠慢 对着米特尔滕山喝了一声 旋即背后双翼一阵 便是化为黑翼 对着米特尔滕山暴射而去 目光阴沉的望着飞略而来的两人 米特尔滕山心中也是涌上一股 许多年未曾出现过的好气 仰天大笑道 好 今日就算我米特尔家族难逃大难 也要你云南东伤筋动骨 笑声落下 米特尔滕山背后斗气双翼一动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毫不畏惧地对着云斧二人笔直冲撞而去 瞬息后 宛如惊雷般的能量爆炸声 便是在加码圣城天空上响彻而起 整个帝都都是在这一刻 将所有的目光 投注在了这场浩大的强者之战中 这一战将会决定着米特尔家族的生死存亡 在米特尔家族与云南宗展开生死拼杀时 帝都某几个地方 却是一阵坚默 位于城中心的皇城之内 一处视野足渴望见全城的高塔之上 几道人影漠然占领 目光望着遥远处爆发而起的惊天大战 站于最前方的是一名身着麻袍的老者 老者满脸皱纹 此刻那张总是古锦无波般的苍老面袍 却是写满着一种挣扎与徘徊不定的流 太爷爷 我们真的不出手吗 在麻袍老者身后 一名身材高挑 俏脸隐隐中擒着些许威严的紫色锦袍女子 望着远处的大战 终于是忍不住得到 从他头顶戴着的那象征着身份的紫金凤冠来看 似乎地位极其不低 哎 妖夜 你也知道云蓝宗如今实力如何强悍 若是激怒了云山那老杂毛麻袍老者叹息了一声 道 妖夜 这位头戴紫金凤冠的高挑青丽女子 赫然是当年与萧妍有过几面之缘的皇室大公主 妖夜 可太爷爷 您也知道 云蓝宗这些年的举动包含着何等的野心 我们若是联合炼药师公会以及三大家族 或许还能与他们抗衡 可若是坐视他们被云蓝宗挨得清楚 日后 我皇室怕也是会沦落这般下场 此时 这位如今以及开始逐步掌管整个帝国的加玛女皇 却是簇着柳眉 颇为焦虑的道 面对着妖夜犀利的言辞 家老却是一阵沉默 那云山始终是压在其心头的一块重石 他清楚 以那个老杂毛的实力 若是要杀他的话 恐怕并不难 而一旦他身亡的话 那么皇室便是会失去守护 而到时 恐怕会要面对的危难更大 因此 即使是面临这种关键时刻 可他依然难以下定决心 哎 再看看吧 沉默了两久 家老依然是轻叹了一口气 挥了挥手 面色殷勤不定地望着远处天空上爆发而起的能量烟花 瞧得家老这般时刻还显得优柔寡断 妖夜明亮的凤幕中也是闪过些许无奈与失望 抬起目光瞧得米特尔家族所在的方位 只得在心中祈祷 这个帝国三大家族之首 能够创造奇迹的从云兰宗公室之中保存下来 炼药施工会 一处顶楼之上 身着炼药施袍服的老者眼盲闪烁地望着城中能量爆发之地 石井石松的拳头 显示着他内心的不平静 法马会长在老者沉默中 其后面一位也是身穿炼药施袍服的老者 忍不住地开口道 法马也是当年与萧妍有过一些关系 三年后 依然掌管着加马帝国的炼药施工会 先等等把法马微微摇了摇头 声音嘶哑地道 爱听的法马这话 其后面的老者也只得轻叹了一声 奈兰家族 一行族内核心人员也是在高楼上望着远处爆发的战斗 面色皆是阴晴不定 居于守卫的 自然便是内兰家族最强的人 奈兰杰 父亲 这是在奈兰杰身后 奈兰素一脸凝重的低声道 奈 奈兰杰紧绷着一张老脸 扮上后 方才吐出一个字来 对于奈兰宗那个庞然大物 他同样不敢遭惹 虽说奈兰燕兰也是奈兰宗之人 可如今不仅连云运都是被软禁 而且奈兰也是进入了那所谓的生死 三年中 老无音信 是死是活 连他都不知道 希望日后奈兰宗能看在奈兰的份上 放过我奈兰家奈兰嗜苦笑了一声 在心中暗自道 不过到的那时 恐怕奈兰家族的尊严 也是彻底的扫地了 穆家 作为三大家族之一 同样的挣扎与犹豫 也是在这里上演着 不过最后的结论 依然是没有一个人 敢在这种时刻说出帮忙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与帝都近在咫尺的云兰山上 还有着一名足以毁灭任何家族的斗宗强者 云山 这种时候 他们唯有将希望寄托于奇迹之上 只要米特尔家族能够扛过去 借助这胜利之势 恐怕几方失灵 方才有胆子商讨合作 就在米特尔家族与云兰宗的火拼 越发地进入白热化石 那加码圣城百里之外 十几头巨大的飞行魔兽 也是正追星感月般的自天际闪略而过 一股令的整个加码帝国 都会为之震荡的苦苦势力 即将来至